國民黨與四個執政縣市打算 掐購五百萬劑的疫苗 那目前已提出申請 請問行政院這邊怎麼看 這個在禮拜一的記者會 我有說明 現在台積電、鴻海、永齡的這個專案 如剛剛的說明 也在強調 已經完成簽約 獲得這樣一個重要性的階段的進展 那這個進展 如果能夠順利執行 也就是說有一千萬劑左右的 這樣的BNT疫苗供國人使用 再加上持劑的這個專案 我們現在也積極在進行中 如果這個專案的五百萬BNT疫苗 也能夠捐贈簽約順利完成的話 總共一千五百萬劑之多 合理預期 這樣的一個數量 可能到年底乃至到明年 都還會來規劃施打 那再加上剛剛也說明了 我們在今年會積極洽購 莫德納的一定數量的疫苗 那也在規劃明後年 各採購一千五百萬劑 總共三千萬劑莫德納的次世代疫苗 也就是政府在整個疫苗的政策跟施打上面 是有一個整體的策略思維 那也要由政府統籌來做相關的辦理 以現在的數量也好 或是我們施打的這一個規劃也好 那麼看起來現階段 並沒有再開啟新的專案的必要 好的那再來是中央社跟T1台想詢問 持劑疫苗採購專案目前的進度為何 如剛才所講 有好消息會趕快報告國人 非常的積極密切的在進行中 難道